正确发音的技巧 实用生活美语 老师又跟你们在这边见面了 我们今天已经上到了发音的第五课 时间过得好快啊 不知道同学们你们的感觉怎么样 Anyway 我可以告诉你 这个节目对我们学习英文的朋友 十分十分的重要 这也是英文学习的第一步 最重要的基础的第一步 你如果不把基础打好 你往上面怎么堆也堆不上去 希望你们绝对相信我这个过来人的话 因为你不知道我当初进入美国的时候 我英文烂到什么程度 真的是很破很破 我到了今天我都还不太相信 我自己的英文怎么记了这么这么多的字 我是怎么装进我的脑筋 而且我把那个英文当作了第二个母语 我把我这些学习的经验 是我今天要在这里告诉各位 传给各位的 这也是我最重要的目的 那我们今天在上课之前 我们先复习一下 昨天我们学到的字 保证大家不会忘 保证大家不会忘好不好 NAL在字尾的时候一定是形容词 对不对 它的发音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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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着鼻音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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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A-L Phenomenal Phenomenal 一件非常不同寻常 不同反响 非常震撼 你讲 That is so phenomenal 我们先来看 Phenomenal 我们先来看 Phenome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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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思议的 Phenomenal 接下来我们要讲的 今天MENT在字尾的时候 它一定是个名词 它的发音听好了 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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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不要练出来 在你的嘴型上面就好了 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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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partment Apartment Apartment Gong Yu A-Fa-E P-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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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N-T MENT A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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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ng Yu Apartment Statement Statement 声明 陈述 State State Ment Statement Statement 这个字非常的难解释 它有太多的意思在里面 银行每一个月 发给你 给你的一份陈述书 告诉你银行里面有多少钱 这一份东西 就是银行的Bank Statement 那么 一个公众人物 他上台演讲的时候 他演讲所有里面的 内容就是一个 他的Statement 第三个 比如说你到警察局里面 人家叫你做的这个笔录 口供 这个你所承受出来的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Statement Statement Statement 希望你了解这句话 真正的用意是什么回事 我再举个例子 如果我们在法院上面去 法官跟犯人之间 问询问话 对话 双方的话语 双方的陈述 这个陈述都是Statement 我要你很清楚地了解 Statement的意思 你才听得懂人家讲什么 你也才会用 所以这非常重要 我请愿慢一点 Argument Argument 争论 争执 Argu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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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争执 争执 这个字 比如说在法庭上面 两个律师 相方的在争 争吵 争论 这个东西就叫做一个Argument OK 相互的争吵 争论 Argument 任何一个人 双方之间的争吵 都是Argument Argument是一个名词 它的动词叫做Argument Argument 是它的字 根 那么我比如来讲 Don't argue with me Don't argue with me 不要跟我争吵 Don't argue with me Document Document 文件 档案 文档 Document D-O D-O D-O-C-U-Q-M-E-N-T Document Document 文件 那么英国人讲Document 所以你连Document Document都不是问题 但是美国发音是Document Document 比如说这个文件 比如说双方商业行为签的这些合同或者证明的文书 这所有这些文书档案我们都叫做Document Document Document Environment Environment 环境 E-N-N-V-I-O-R Fire M-E-N-T Ment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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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 这个字蛮容易理解的 OK 如果说我们要讲一个很漂亮很美丽的环境 我们叫 Nice And Beautiful Environment Nice And Beautiful Environment 一个很美丽的环境 我们可以这样子表示 如果我们要讲这个地段不好的 这个环境不好的 我们英文上面通常会讲 Bad Area Bad Area 不好的地区 不好的地段 因为Area是地区 地段 Bad Area意思就是说 不好的环境 我们现在非常注意的环保 环境保护叫做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环境 保护 它这边为什么用Environmental 因为Environmental是环境的 它是一个形容词 Environment是一个名词 所以我们要了解名词跟形容词之间不同的用法 OK 那我们再学来一个字好了 我们讲空气的污染 叫做Air Pollution Air Pollution 空气的污染 我们顺便学到这个字好了 好吧 Air 空气的污染 Pa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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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面 Pa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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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面 这个字很容易 也不需要什么解释 那么我们来形容一下 Flat Pavement 很平坦的路面 Flat Pavement 平坦的路面 Right Flat Pavement 那我们讲这个路 非常的粗糙的路面 我们讲 Rough Pavement Rough Pavement Rough Pavement 这个路面非常的粗糙滥造 很粗糙的路面 Rough Pavement 我们来学政府这个字 Government Government 政府 G-O-G-O-V-E-R V-E-N 不要发音 M-E-N-T-M-E-N-T G-O-V-E-N Gover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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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 我们讲政府的工作 Government Job Government Job 公职人员 Government Job Commitment Commitment 承诺 C-O-M-C-O-M-M-I-T MIT M-E-N-T-M-E-N-T 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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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itment Commitment 你们如果懂得把发音拆开来实在是很简单 谁都会发了 对不对 Commitment 承诺 那么它是一个名词 如果我要讲做出一个承诺的话 我要讲 To make a commitment To make a commitment 做出一个承诺 那么它另外有个字比较语气比较重一点的是 Swear Swear是发誓 Swear 当你成为美国公民的时候 你需要发誓 你需要Swear 当你到法院去的时候 在法庭上面 它也要你Swear 对不对 美国这个国家非常注重这个 它要你发誓 你讲的话都是真实的 它要你to swear to swear 就是要发誓的意思 Department Department 什么局啊 或什么部门 D-E-D-P-A-R-P-A-R-M-E-N-T Ment Depart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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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局或者部 美国的政府机关 大部分都用什么 什么Department 比如说我们有 Fire Department Fire Department 消防局 Police Department Police Department 警察局 Health Department Health Department 卫生局 经过今天的这一课训练 你们以后再看到MENT 百分之百的可以发出来了吧 我们再练习一下 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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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我们全部走完这个发音课以后呢 你们真的应该好好的请我吃一个大餐 我一直以来都是这么训练我自己的 到了今天 我几乎没有一个字我不会发的 只要是英文我都可以发 而且我都可以发得非常的准 对不起我在这里让我自己直夸一下 好吧 但是我也希望你们有一天 你们也可以走到这一步 我一直很仔细地在想用什么最好的方法 能够让你们更容易学到英文 Anyway 我希望你们可以感受到我的心情 那么目前呢 你们如果可以帮我的忙的话 把我的节目 散播出去给更多的朋友 这是对我最大最大的回馈与支持 我非常感谢一些同学们 经常在这个我的节目下面 给我留下很多 徐寒问暖的这个问候 还有对我的支持 对我的鼓励 虽然是短短的一句问候 但是能够表示他 感谢我的付出 这个意义非常的深重 我在此 真的非常谢谢这些朋友 在此 非常非常的谢谢你们 那么我也该休息了 祝你们每一天 都是开开心心的 事事如意 我们明天继续见 Take care So long